9月台湾的政治风暴 从9月6号特政组正式宣布 关于王金平院长帮柯建民 来做官说司法干 官说事件一路烧到今天 已经是第12天 因为今天立法院的开议 那等于是整个事情状况 发展的另外一个开始 但今天重要的几个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在这这场政坛的政治风暴 政治大戏到底该怎么演下去 现在看到第一个主角 叫做马英九总统 不过大家说他是一个 没有朋友的总统 那么今天等着再看的是 行政院长江一华 如何来到立法院进行实证报告 到目前为止是个 上不了台的院长 但是为什么上不了台 他面对的是什么呢 艰险的立法院吗 我们看到是司法官说的议长 王金平依旧坐镇在那儿 这是谁的耻辱 是国民党而已吗 还是是全民的耻辱 再看到更糟糕是谁呢 害人入罪的党边柯建民 完全没事 逍遥的很了 那么现在带领整个民进党 在这里霸占的发言台 就是不让江一华上台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国会 就现状跟乱象 看到这心痛吗 骂到爆那又怎么样 因为不会改变 因为在这里的事实 是非是什么 究竟是不是已经一个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刚才广告前带领看到 是中间新闻独家专访 马英九总统 谈到了到底跟 王金平院长这一段的恩怨 一切是强调又是大事大非 那么现在面对要上台的部分 怎么办 宪政体制怎么规定 他们就怎么走 完整的专访锁定 今天晚上八点钟 我们也一个小时 完整的播出 不过看到这 我请教洪威 我不知道台北市议会 会这样搞 但我想同样应该 相距不会太远 因为台北市议会 同样也是民进党 非常强要想到 抢到更多发言权力 跟习次的一个地方 但是同样来看到 这样子的状况 大家每次摇头 一般觉得 这反对方面吵习惯了 我们民众也不想关心 但这几个人的角色 他们应该怎么扮演 但是现在还扮演得下去吗 那么上不了台 待会还能协商出什么结果来吗 很难 其实很多像在台北市议会 也是一样的 民党永远都是说 扬言让他上不了台 其实郝隆明也是一样 双子星也好啦 或什么世大业 他总是会找一个理由说 就是让郝隆明不能上台 那最后就是协商 那我觉得这一次 比较特殊的 就如同刚刚讲的 就是在整个的 国会论坛里面 竟然整个国民党 去登记的 只有一个孔文级委员 所以就可以代表说 至少在第一关的时候 国民党的党团也好 或者是立委也好 是撤手的 那这个其实意不意外呢 也并不意外 因为其实从这两天 马英九 他开始宴请立委 那甚至亲自参加党团会议 那个整个 所面对的 那个冷冷清清 或者有的人 根本就是直接摆明了说 我就是不要去 我也不想跟你谈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一次不只是说 民进党要去羞辱江义化 其实包含 我相信在国民党 立法院党团内部 也有一些人 非常是不爽 不爽这一次的整个的过程 老实讲 你对马英九 不能够让他太难堪 可是这样一话 是小马英九 等于分身过来 你还是会有一段 这样子让他比较难堪的 一个阶段 但是最后 他能不能去上台报告 这一次 民进党大概讲说 这个是毁线乱政 所以为什么他们经常穿黑衫军 说这个是宪政最黑暗的一天 然后因为江义化之前 修入立法院 所以他们要这样子 不让江义化上台 可是大家有没有搞清楚 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序 也就是行政院长 去立法院报告 这个是一个 这是宪政程序 对不对 这是江义化 他可以选择说 我不想见王金平 或者我不想见立法委员 可以吗 不行 这是他的义务 那同样的 立法院今天安排这个议事 让他上来报告 也是立法院的义务 也就是说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那怎么样 接下来是 你们行政院立法院一起 要对全民负责 那你们今天吵来吵去 闹来闹去 最后 如果说整个空转一天 我今天早上就讲 就算若今天空转一天 请问蓝绿的立法委员 要不要领薪水 要不要领出席费 一样的 这不是纳粹人的钱吗 所以你这样能够对全民来负责 今天这个股市 本来这两天股市不错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美国的联准会的主席 可能坏人了 大家本来很高兴 所以外资也买了很多 即便是在中优节长假前行 都买了很多 可是今天的股市有点小动荡 其中有一个因素 也就是因为说 如果说今天我们立法院的 这个僵局打不开的话 这个会期是非常重要的预算会期 还有很多的重大法案 所以老百姓关心的 其实今天不管有灭亡计划 也好什么九月战争等等之类的 这个比较类似像这种政治大八卦 你知道吗 这个当然会影响整个台湾的政坛 还有整个的县政的运作 可是最终它要表现在 在你的施政 包含你的预算 包含你的法案 包含你其他的重大建设 如果因为这样子 一直不停地炒下去 所有都停摆的话 我必须要说 今天如果僵异化 没有办法上台的话 你以为今天被羞辱的是僵异化吗 今天输的只是僵异化吗 今天是全民皆输 包含王金平都要输 因为大家不是都说吗 都会说 这个立法院不能没有王金平 有没有王金平 我说难听一点 如果今天还是空转 然后一事无成效力低落 立法院还同样的烂 有没有王金平有什么一样呢 所以你一定要展现 展现你 为什么立法院要有王金平 然后朝野立委 你要怎么样对全民负责 不是只有看僵异化而已 当然讲到朝野立委 要对全民负责 这个话大概喊了好多年 好多年 无时不刻地讲到事情 就会想到他这句话 但是我们朝野立委 有想过要为人民负责吗 其实争的是什么 都是一党之私 或是自己的资历吗 在这我们看不到 这样子的有为 立法院的一个表现 但重点关键点 就在王金平 今天的立法院 还是有王金平 那么立法院不能少他 那今天的表现 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马总统说 现在施以至此 那贾处分的官司 这样子走 那非得就照 宪政体制来走下去 所以邱老师 宪政体制 这喊得好高 那观众朋友 有听懂没听懂 都没有关系 但我们看的人 表现就是如此 那王金平院长 在这一段的风波当中 他得到这么多的同情票 也转化为支持他 但是今天呢 他如果表现出 特别是我们刚刚讲 今天下班之前 如果嘉义华上不了台的话 就下礼拜二再见 因为马上就中秋节假期了 所以王金平院长的影响力 有多大 今天他要展现 他的实力给大家看吧 我想把今天到底 将军人们打开 将军人们上台做私人报告 跟王金平在立院的角色与功能 做直接的联系 是不公平的 我在立法院十几年 这种场景 可以说叫失空见惯 是没错 民进党 民进党每次霸占主席台 每次阻挠隔魁 上去做私人报告 这是几乎是每一个会期 都会发生的情况 这一次我认为反而比较乐观 为什么反而比较乐观呢 第一个 因为王金平知道 他现在是众所瞩目 所以这一次在朝委协商 他会下比较大的力 第二个 这件事情的风波谁造成的 柯建民造成的 所以在朝委协商的时候 身为民进党总召的柯建民 你不会心怀欠久吗 应该不会吧 人还是多少有点羞耻之心 所以在朝委协商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柯建民到最后 应该会有所让步 也就绕完了 意思表达了 最后要有点让步 那我必须要提到 民进党建议提到三个条件吗 让江一花上台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要江一花道歉 第二个呢 就是要把特征组裁册 第三个是十月的店价不能上台 要还长 后两个条件完全不合理 为什么呢 第一个检查总长是总统任命的 江一花哪有权力说 叫黄世民下台 而特征组要猜测 哪是江一花可以 随便闲话一句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那十月的店价不调 当然是重要的民生议题 是要讨论的 既然要讨论 就应该让江一花上台 好 唯一还可以讲的过去的是第一个 江一花确实在九月政争里面 逾越了他的分纪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解释 江一花确实对立法院的情况 指指点点 作为一个三权分立的行政院长 确实不该去批评 还在其位的立法院长 所以江一花如果说政治强调妥协 他在台大教政治学这么长的时间 过去也是我的老同事 也在台大很受到学生的推崇 难道他不了解政治就是妥协吗 好 那如果民家提这三个条件的话 到最后的结果 江一花上来做一个礼貌性的道歉 然后把 顺利的上台座私人报告 我觉得江一花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今天看整个朝野的协商 跟江一花的态度 当然江一花背后还有个老大 就是马总统 马总统的态度也非常重要 但是我还是比较乐观 我认为过去这种情况固然失控见惯 但是今天的状况 因为有了前面的政争 反而有解决的契机 最后我要谈到 马总统在刚才的专访里面 一直提到 他认为说现在整个政策的空转 是因为立法院的效率不张 当然立法院效率不张是事实 但是动用警察权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大家看看在大埔事件 那个徐世荣教授因为被警察拖走 一战而红 将来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明星 你如果说动用警察权 不是除有预方说的 说我今天拖出去再回来 拖出去再回来 我请问你 如果我今天我是立法委员的话 我希望被警察拖走 我当然希望 警察把我拖出去我才希望 我才高兴 拖完以后我不能进议场 无所谓 我打进街头 民进党难道头脑里没有想这个吗 好不容易我们的民主政治 终于从街头手上的议会 你还要用警察权 让我们的民主政治 再度从议会再走回街头 这就是倒退 所以用警察权能不能解决 在立法院里面空转 在立法院里面乱象 我认为大家不要用想单然耳 来想这个问题 动用警察权没那么容易的 这当然是说现在 不管是现在的王静明院长 或是之前川柱 那可能会来接棒的 洪秀柱副院长 讲到这一点 大家都是否定的 但是怎么样让议事 能够弱得起来 这当然是说 连这个逃和抵耐 得一秒的王静明院长 好像处理起来 也不过而而的话 这个立法院还真的是 完全不能有他吗 我回忆一下 这四个当事人都穿了戏服 但是我觉得左边两个问题 当下今天没有问题 总统到卸任 或是中期余生 就是没有朋友 这改不了的 那这个院长上不了台 问题不严重 因为他最后一定上不了台 没有上不了台 就算违背宪政惯例 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以前 一步一步已经放松了 以前是说 12点以前一定要上台 12点以前不上台 很丢脸 后来就感到下午上台也可以 那现在就是说 一次会 刚刚王院长有讲两天也可以 那为什么有两天 就是一次会 那我们现在礼拜二 有时候礼拜五 这是一次会 但是礼拜五休假 所以今天下午一定是一次会的结束 所以将一会是要在今天下午 休会之前要上去 但是上不去也不重要 左边右边这两个才严重 这个关键的疑问 他总要一个交代 总要一个处理 最后边这个就更不用讲了 那民进党现在不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正在打国民党 你处理自己的 把那个打的气焰就消下去了 但是我必须讲 今天真正大家都在看的是王院长的角色 因为王院长今天两点开始了 他在后面的院长是要怎么协商 又在协商 要大家在看你的功力 还有看你的哪呢 那问题重点在民进党 那国民党早上不去登记这个国事派 那本来就是这样 国民党懒嘛 国民党的委员真的很懒 还有国民党在挑它的不分区 就是说社会名望好的 但不会打仗嘛 这个其实以后各党都一样 在挑不分区的时候 要重新考量 不是说社会好名什么 好看名不行 像那个新章的老作家 丁烫有顺名 你怎么会后悔 真的后悔了 他不会打仗嘛 你做什么不分区立委 问题是民进党提了这四个条件 就是道歉 菜车特征组 宋伴 黄世民 还有油电不涨价 店价还转 都是很可笑的 这个江仪华都不会答应的 那现在问题是 好 王委员长他还希望江仪华上去 他也小功劳一件嘛 把这个功劳做给国民党 国民党就又欠情了嘛 王委员长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让普天之下 都欠他的情 都欠他的情 这个情要欠 多一桩算一桩 所以他当然希望这样 那问题是民进党 要交换什么条件 民进党还花钱去做了黑色的衣服 这个都有成本的 对不对 不过可以整天 也要交换一个蜜 所以民进党到底会用什么条件 去跟江仪华交换 然后如果民进党想不出来 王委员长你要想 你要帮他想 所以我们等着看好戏 很遗憾的 我们今天节目 应该要延长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你看你两点到四点 他还没有协商还没有出来 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收了 耳聋捲锋 拖在地拖下去 警察在这里 一直到五点钟亲自看到 最后这个戏的结局是什么 至少今天的状况 最后给一个交代 但我们讲的关键任务 刚刚提到了 这个关锁的议长叫做王金平 那么害人入罪的党编 就是发动关锁的 这个叫做柯建民 现在关键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吗 王金平是不是在 今天该对国民党 有些些的小小的表态 我的厉害就在这里 为什么立法院一定要 我王金平在这里 但是在这个关键任务 你要怎么去说服 害你成为关锁议长的柯建民呢 柯建民的风评 大家应该怎么看 我们刚刚说到 我们今天同步在讨论过程当中 也请您通过电话来表达 柯建民是不是也应该 为了关锁司法案件 赶紧下台 以谢国人呢 现在看不到民进党 任何的动作 因为先打国民党 再说可见国民党的道德标准 到底有多么多么多么的低 我们待会就带你来谈说 好那柯建民 多糟糕的一个民进党党变 待会回来